那像我們這樣拍戲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拍戲都拍這麼多年 那個便當我們都知道 都是比較油膩的 妳會準備自己的食物嗎 還是 剛開始沒有辦法自己準備食物 然後就是因為吃了太多以後 覺得反胃 才會想要自己準備食物 我會啊 那妳還算是比較高尚 像我們吃這麼多年 從來沒反胃過 很感不起不吃而已 吃很多人沒反胃然後變這樣 對 變粗粒 我是有看過人家自己準備吃的 到現場 可能也就是 比如說芹菜 黃瓜條 就這樣當飯系 對 就是吃那個東西 可是芹菜是感光性的 感光 感光性的 感光性 沒關係 又有人發現 然後跟那個九層塔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吃多了會容易長飯 沒關係 妳今天跟他演好不好 一切都不一定再講了 我已經很了解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不 你不要這樣對我 我真的很愛你 這一切都是誤會 不要再說了 我就自己累了吧 妳小時候滿寂寞的 有個展學生在小學的時候 他頭髮是這樣長長的淡褐色 眼睛也是淡淡的咖啡色 是混血兒學童的 然後彈了一首好鋼琴 你知道我心裡喔 就憋巴破成碎片 我就整個僵住 我說這才是美女 可是後來他跟我成為好朋友 因為我們都喜歡挖鼻孔 那是什麼奇怪啊 妳以為挖鼻孔而成為好朋友嗎 因為我常會 我也彈鋼琴 可是我彈得比較哩哩浪浪 那我就覺得說 他又美 然後又彈得好琴 然後我欣賞他 我就會上課偷看他對不對 然後在那種陽光是那種側打下來 他的側臉真的非常的好看 可是他突然就... 挖鼻孔 而且他沒有力度彈掉了 他很像玩很久 我下定決心要跟他成為好朋友 你也會這樣子玩很久 偶爾 那你們... 那你們成為好朋友之後對不對 因為...有沒有因為太好來互挖 沒有 可是我們會玩很多琴 玩什麼 像說這個 我想玩 怎麼樣 正機一點好不好 這不能講的 就是說 就是有時候想看看 對方就長得跟自己一樣 我就會想要玩... 我跟你長得不一樣 你要不要看一下 真的... 真的... 我真的講的不太一樣 女孩子要看長得不一樣 那個... 動作... 不只要脫褲子耶 你說那時候高中吧 小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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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幾個比過 一個 就他而已 結果真的不一樣嗎 一樣 自己做女孩子啊 本來就是不怕這種事情 可是我們碰到喜歡的人 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有很喜歡一個男生 我想盡辦法就是要換座位 就換到他旁邊 新學期開始 然後... 就會引起他注意力啊 捏他大腿啊 捏他耳朵啊 那有一次放學回家 經過他家對不對 他媽站在門口說 妹妹 你不要再捏他耳朵了 她每天回來耳朵都好紅 那我心裡想 既然我們這段戀情 得不到家長的祝福 結果就算了 沒錯 不過... 我沒有追過他 對 你沒有追過他嗎 你說那個是鬧著玩的嗎 對 我很喜歡鬥他 那我問你 他有沒有做一些 特別的行為 對 想... 想... 你心裡還是有想要啊 不是 你還是有想要對不對 就對他比較特別 因為他是這個 電視圈的新面孔 又這麼漂亮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同檔戲的 還有... 譬如說遇到寬明姐 寬明姐 各位如 所以他有一種不同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對啊 可是他是... 那個時候是 我有得到很大的安慰 也許我不會表達 因為我也不是很懂 應對進退啊 禮貌什麼等等的 可是在我很緊張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次到 跟一間吃了18個茶葉蛋 你幹嘛 因為就是找不到人講話 然後... 跟蛋講 對 講講太喜歡他 可以了 你了解我吧 茶葉蛋 你了解我吧 一直吃了18個 就是很... 害怕很緊張也很寂寞 然後曲哥他會這樣 就覺得... 我雖然沒有跟他說謝謝 可是我覺得 哎呀 還是有好用 對 我就是我要錯了 很驚訝 小火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